今天選舉投票只剩五天的時間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丹佳優 坐下午早就在競選團隊的北斗之下 做會用車對的方式 在南島市区向民眾來拜票門口 丹佳優也好有鄉親 這禮拜六一定要去投票 大家做會用選票來收好台灣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丹佳優 請請向大家拜票 在投票的日子只剩下午五天 競選團隊是組成車隊 來到南島市区來掃握 困求鄉親的支持 選舉剩下最後的五天 我們全力來衝刺 那我們從今天開始就全面掃揭 希望來加深選民對我們的印象 來得到他們的支持 那我也要在此呼籲 我們在外的鄉親及遊子 1月11號一定要回來南島選舉 來選給民進黨蔡總統陳奎佑 5號陳奎佑 五福臨門南島才會更幸福 當時陳奎佑 背後再背後 多分心 但快有標示 未來哪一當動算 他除了家鄉老人等腳進車 跟少年人補助進車 也會來調整設定健全的 農業進車 希望來加費地鄉鄉親 我們陳奎佑從民進黨增燒到選前 短短的不到兩百天的時間 真的一步一腳印裁片的這七個鄉正式 雖然知名度沒有那麼的高 但是他務實的他 希望我們選民可以看得到 那尤其是我們在1月11號 這個選票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影響到我們未來 台灣整體的未來 那希望說可以支持 務實踏實的陳奎佑 那希望說我們年輕學子們 可以回到南投來投票 最後這幾天 鄉佑佑以及他的競選團隊 也會結束醫療車隊的風險 今天派遣路之計算的國鄉頂 來向鄉親拜票 讓鄉親在十一號那天 一定要去投票 做回來支持蔡英文和鄉佑 記者MC三報道